尊敬的孙老师和各位中医同道 大家晚上好 最近在我们欧洲中医界各种Zoom讲座里面 都会有一个默默无闻为大家服务的身影 他帮着大家会录音 做电脑方面技术支持 为讲座制作精美的广告等等 有了他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 进享中医的盛宴 他就是我们的王顺昌老师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他 来给我们上一堂非常实用的电脑应用扫盲课 让我们这些中医能够插上电脑科技的翅膀 能够飞得更高更远 我今天和王老师要简历 他很谦虚说不需要多介绍 但是我知道在这里他是电脑界的大佬 孙老师是中医界的大佬 过去有人说秀才学中医如龙中捉鸡 现在我发现学电脑的学中医更是神速 王老师虽然半路出家 经过自己三年的努力和对中医的爱好 现在已经是正式的法国注册中医师了 他在我们学习讨论中显现出对中医的理解 有时比我们这些所谓科班出身的还要深和广 我想王老师精通电脑知识 对他学中医应该是如虎添翼的 但是我们现在开始学电脑一点晚了 我觉得 但是王老师他会教我们一些好的应用方法和技巧 这样对我们的学习和临床会有很大的帮助 下面我们就有请王生超老师给我们开讲 大家欢迎 王老师有请 谢谢周宏彦老师的主持 谢谢您的意美之词 感谢您说得非常的让我感到温暖 谢谢您 咱们在群里面 就是几位老师提出来说让我讲一讲电脑 刚开始我以为就是一个客气的说法 后来想一想 咱们还真的是需要讲一讲电脑 因为这个隔行如隔山 如果是不做电脑这一行的人吧 这么一个电脑 这么一个复杂的设备扔到你面前以后 你只能够通过你的看到的东西去理解它 如果你没有完全读手册的话 是不能够完全理解它的 所以还是有必要说一说 好 咱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讲座 首先我来播放我的幻灯片 可能你那边看不到声音 听不到声音 我这边还是有点点音效的 刚才没有分享声音 那么今天的题目呢 就是说是中医人应该了解的最基本的电脑技术 这个最基本呢 我就是根据我的理解 再加上几个老师的反馈 把这个最实用的几点放在一起 希望今天的讲座不要太复杂 因为老师们都忙了一天了 现在本来应该是休息的时候 还过来听讲座 所以尽量不给老师们增加负担 希望能够对你们有所帮助 说起这个电脑的技术呢 首先我提供一个框架 希望大家不要被这个框架给吓到 我肯定不会按照这个框架去讲的 不然听起来也会索然无味 但是这个框架还是有必要先说一下 首先说呢 我们了解一个计算机 它其实和我们人体是一样的 我们的人体有精气神 三个层次 那电脑呢 它也分成这个硬件和软件的部分 那么它的这个所谓精的这一块 就是物质这一块 当然是计算机的硬件 那么它的气就好说了 那就是电嘛 插上以后 这个计算机的电永远不成问题 如果你是不是充电的话 不是笔记本的话 如果是插在电源上 是永远没问题的 但是笔记本呢 用完电了以后 那就工作不了了 相当于没有气了 它的神的层次呢 就相当于我们的软件部分 平时大家 作为这个使用者来说 最主要接触的是 是这个通用软件 比方说word 或者是powerpoint这样的软件 有时还会用到一些中一软件 如果这些通用的软件 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编程了 编程来做 来满足自己特殊的需求 这个是咱们的总体的框架 说的这个计算机硬件 我们都知道 这个就代表 比方说我们的磁盘 我们的CPU 还有键盘 打印机 这些都算是计算机的硬件 这些硬件里面呢 它带有一部分软件 是固化在里面的 是固化的软件 这部分软件 通常是不能够被更新的 比方说你买了一台打印机 打印机里面 它肯定是带有一部分软件的 不然它是没办法工作的 但是你还是 还得需要在系统里面 再装个软件 他们才能够交流 它有一定的固件 固件大部分不能更新 有少量的固件呢 它留到这个接口了 给你一个口 你可以去升级 再一个就是系统软件 系统软件 就是我们熟悉的 Windows或者是Mac 那个系统 这是系统软件 通用软件 就是我们经常用的 比方说Word 或者PowerPoint 这样的Excel 还有上面这些软件 我呢 就是不能按照这个系统 从头至尾的讲 因为咱们的时间关系 我今天讲的思路 就是这样 咱们模拟一个 创建幻灯片的 这么一个工作过程 从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会需要 用到哪些技术 用到哪个 我就讲哪个 这样把这个最长的技术 给串联起来 相当于是 讲一个故事过程中 把各种的技术 就给讲了 讲的过程中 如果有什么问题 大家就可以 当时就可以提出来 希望讲的更多的呢 我就多说几句 如果说很熟悉了 你就说过 我就不在这耽误时间了 好 这个小故事里面呢 会给你演示 如何轻松地使用快捷键 还有怎么着 查找本地信息 利用网上的资源 咱们还能定制 自己的这个中医输入法 以及幻灯片的一些基本的技术 还有做完了以后 如何把这么一个超大的文件 传给别人 最后再分享几个 能提高您效率和效果的小工具 好 咱们现在就开始啊 现在呢 我要做一个幻灯片 我一般习惯用快捷键 你看 我这样轻轻地一按 鼠标都没有动 就能看出我的桌面来了 我用的键呢 就是Windows键加算D Desktop 这样再按一次就回去了 再按一次就下来了 这些快捷操作呢 会非常的方便 因为经常用 用的频率太大了 会使我们的操作 非常的轻松流畅 好 那么我开始一个PowerPoint的 开始的时候呢 像我习惯于这样 按一下Windows键 这不就弹出来了 我打一下P PowerPoint 它就跑到第一个去了 这样我直接打回车 就出来一个PowerPoint 我用这些快捷键的时候呢 就基本上就 不用去动鼠标 手在原地就操作了 非常的简便 当我们做一个幻灯片的时候呢 你看 它这个缺绳的幻灯片 是这种白色的 没有任何的细节的 如果你加了以后 就是这种白字很简单的 如果你想要是做的稍微的 好看一些 咱们就可以利用它的模板了 这个模板呢 就是在文件里头 当我们新建一个幻灯片的时候 它可以让你选一些这样的模板 Word里面呢 它自己带一些模板 自己带一些模板 这些模板如果觉得不够用的话 你还可以在这个地方搜索 搜索呢 它就会连击去找它的更多的程序 比方说我们搜索一个 学术讲座 它这个里面就没有搜到 那么我就去掉这个 去掉讲座两个字 来试一试 这边就会出来一些 学术讲座方面的 这样的幻灯片 你可以下载 去找一个 跟您的讲座的主题 比较相关的 现在呢 咱们就随便选一个 创建 创建幻灯片之后呢 它就会利用它的模板 来自动帮你做一些事情 比方说 像这个幻灯片 它有一定的格式 看着就好看一些 那么我再 加一张新的幻灯片 它这里头呢 这个模板里面提供了 几个模板 比方说 你可以要这种 单个图片的 或者要两个图片的 或者是文字的 你就选一个适合于你的 比方说我要一个这样的 那么它就插入进来了 插入进来 这个模板我们了解一下 在仕途菜单下面 我们现在看的状态呢 是普通模式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 如果我切换到 切换到这个 幻灯片模板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得到 其实啊 它提前就定义了一些这样的模板 提前就定义了这样的模板 给我们用 这个模板呢 有两级 这个是它的 是它的最根级 如果你要是修改 修改它了以后呢 后面所有的 它的这个儿子们 都会受到影响 因为它是妈妈 后面的所有地方 都受到影响 看这样 我这改了一个这个 颜色改了 改完之后 这个后面这些呢 这些 因为这个是上个幻灯片的儿子 所以它也受到影响了 看 它也改成蓝色的了 这时候你还可以继续去定制 比方说 说这一个单独的东西呢 我不希望它是蓝色 我希望它是 它是绿色 那么我就可以在这 改一个绿色 也就是说 这个紫页面呢 它比这个母页面 有更高的优先级 它在它之上 这样改完之后 我们就回去 关闭母幻灯片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我刚才改的那个 就已经生效了 通过这个 通过操作模板呢 有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我后面 我新加的这个东西 新加的幻灯片 这个每个东西呢 它都是有同样的格式 就不会说是 一会儿这个字体大 一会儿字体小 它就是统一的格式 但这个功能呢 其实就是非常好用 但是大部分人 就是没有去发现它 觉得有点麻烦 如果是读一读 它的手册的话 就会发现有这个功能 好 当我给大家制作这个模板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制作的这个模板 就是非常的高科技 感觉 其实呢 如果你要是让我 从头到尾 把这个做下来 这个是非常耗时间 才能做下来的 我就是利用了 这个网上的现成的资源 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给大家分享一个网站 看一下 这个网站呢 是 有一个网站 这个刚好 刚好挡住了一点点 我看一下啊 王老师 你那边的声音 是你的背景音吗 不好意思 这有点噪音是吗 对 好的 我来把窗户关一下 稍等一下 没事 我就讲 好 我来打开一下 我那个 给大家分享的 那个 好 你从这吧 好 请稍等一分钟啊 或者把这个窗户关一下 这样没有了 现在声音很纯了啊 好的 就是 这个网上呢 有很多的资源 我们可以利用 就是说我们要善于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 这样我们的创作就会非常的 顺利 比方说 中医的方面的东西 对不起 对 我给你看一下 你比方说中医 搜一下 就是你可以搜 搜了以后呢 这里面 它有这么几种形式 一种是素材 一种是广告元素 插画什么的 现在呢 咱们只看PPT 只看PPT 就有这么多 终于养生的 这些里面就 就有很多 非常多的设计 这些设计呢 它从配色 图案到动画 都是花了很大力气 来做好的 这个网站 这么多的资源吧 其实 它的费用挺低的 我是买了一个VIP VIP呢 它是终身有效 终身有效 才199人民币 也就是一顿饭的钱 就是你就可以 无限量的用它 这么多的东西 而且都是有版权的 就是你是可以用的 如果你从网上 随便去搜一个的话 你就不知道这个 这个版权 是不是受到保护的 你能不能商用 等等 有好多的疑虑 像这个 比方说 我们对这个感兴趣的话 你就可以 就可以打开看看 是不是你想要的 这个里面 就会显示出来 你看 幻灯片的样式 大概是这样的 你就可以根据这个 来定制你的演讲 好 这个就是利用网上的资源 咱们现在再回到 咱们的演示文稿 在这个演示文稿里头呢 如果我们做幻灯片 肯定是要 输入一些内容 在输入内容的时候呢 比方说 中医方济 如果我输入一些中医方济 麻性食肝汤 出来了 加减微蕊汤 出来了 我还可以输入一些什么 什么商汉论的那些 那些那个名字 比方说 实则 虚则正生 这些商汉论的这个名言 你看 我可以直接输入 大家看到 像这些 专业的这个中医名词 为什么这么顺利的 我就能够输入呢 是因为我用的是这个 定制的百度输入法 定制的 这个百度输入法呢 很好安装 大家不知道是不是已安装了 如果没安装呢 就可以去这个百度里面搜索 百度输入法 然后把它装上就好了 装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定制一下 这里面 这里面有个设置 设置 可以看一下词库这一栏 百度的这个输入法呢 本身就有很大的词库 但是呢 它里面的中医的词汇 不是特别的多 这样我就可以装一些 比方说看中医方济的名称 中医药大全 我现在装了很多 像这个中医术语 这个有五千多个 五千多个术语 这个有三万多个 中医学词汇大全 这个是三万五千多个 所以这样装完它了以后 还有这个中药名录 这个是七万多词汇 而且词汇保持自动更新 当这个词汇它加了以后 这边就自动更新了 这样就使我的打字速度 会特别的快 因为你不用一个字 一个字的去选了 如果你还需要更多字顾的话 也非常方便 就点这个更多词库 它就会打开这个网站 这网站里面就是 百度输入法的词库 如果说你想搜一下 中医方面的 你可以输入中医 这边就是中医方面的词汇 这里面一共有三页 就下载就好了 比方说你想需要 针灸方面的 我们可以搜一下 针灸 针灸可能就包含在中医里头 你还可以按照这个类别 如果说你很喜欢体育的话 经常输入体育词汇 可以从体育这篮里面 加入一些 比方说球队名称 这个你想加入的话 那么你就下载 下载 这不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呢 它的安装也非常简单 待会看一下 好 这个就是完成以后就执行 确认 说我已经安装成功 那么我再打开我的百度输入法 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我的词库 这个词库呢 看球队名称 这个已经在这了 这个词库呢 其实这个安装的 如果熟练的话 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够完成 如果老师们要是有困难的话 可以可以就是 跟我再通过祖母 可以指导着你们 一步一步的去操作 非常的方便 还有一条呢 就是这个 这个账号 账号呢 你看我登录了 我用我的百度的账号登录了 登录以后有什么好处呢 比方说 我有三台电脑 我在不同的机器上用 那么我登录以后 我都用同样的账号 这些词库呢 它就会在这个云端 自动同步 所以我在每个电脑上 使用这个输入法 都是同样的感觉 我造过的词 我加载过的字库 都在里面 换了机器以后 我同样感觉到很舒服 即使我去 去到别的地方 比方说 就是去到另外一个 一个临时用的机器上 那么我登录一下 临时登录一下 走出后再退出 这样我就可以用我的输入法了 好 现在我们再讲一讲呢 就是说 这个幻灯片呢 我们在输入内容的时候 肯定会需要大量的素材 我们会去找这个素材 找素材的时候 您的第一的印象肯定是说 我打开一个 打开一个文件浏览器 文件浏览器打开了之后 我就会找 说我的那个文章在哪呢 什么C盘 然后去找 比方说中医啊 什么的 你可能找半天 就是才找到它 你可能会用到搜索 比方说 我想搜索一个 关于复刻方面的 关于复刻方面的文档 它这就出来了 如果是在这个小目录里面 搜索还快一点 如果你要是去这个 去这个目录里面去搜索 比方说你要是搜一个复刻 从这个里面搜的话 它的速度就会 就要明显 要慢一些 你看它在这边 运行啊 运行啊 总是停止不了 就非常的麻烦 这个找文件是最困扰 咱们中医师的这个一个问题了 现在我告诉大家一个 很简便的办法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你看这个 这个很久都完不成 这个办法是什么呢 就是 安装一个小软件 就这个 就这个红色的 小软件 这个小软件呢 叫Everything 这个软件真的是 好用到没有朋友啊 特别特别的好用 非常的强大 我来切换过去 大家看一下啊 比方说 我现在要做复刻的培训 那么我就找一下 复刻 这两个字 看 瞬间 包括我的本地磁盘 还有我现在插了一块网盘 这么大 这么大数据量 立马就出来了 比方说 我想找一找 孙老师的材料 立马就出来了 我想看一看这个 黄帝内经 立马就出来了 这个软件呢 这个Everything这个软件吧 我在幻灯片上 有下载地址 回头我把那个文档 发给大家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可以照着那个地址 去把它下载下来 装一次以后 以后找文件 就非常的方便了 这样呢 这个 这个东西 只有被你找到了以后 它才有用 所以说这个Everything呢 就 帮助你最大程度的 利用你本地的资源 这个Windows自带的 这个找东西 真的是太难找了 下面我们 下面我们再说一说 如何去网上找东西 充分利用网上的资源 这个网上的资源呢 非常的多 比方说 有这种 传统的网站 像这个中医中药网站 这个里头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很多的信息 比如说查一个方记啊 查一些这个书啊 查一些古书啊 很多很多的材料 非常好用 这个非常的多 还有这个中医药网站 中医药网站 像打开这个网站之后呢 大家看到字是不是特别小啊 是吧 读起来很困难 其实呢 我们要 只需要记住一个快捷键 就是control 然后再点加号 看见了没有 它就很大 很快就放大了 control 加减 如果你觉得太大了以后 你小一点点 这样看起来就很舒服 这个在很多网页里头都 就是很多的这个 呃 程序 比方说这个里面 还有word里面 还有好多地方都可以直接用这个 要经常把它放大和缩小 呃 让自己的眼睛不累 好 嗯 这些是通用的资源 我现在给大家呃 特别的介绍几个 嗯 几个比较好的网站啊 比如说这个 这个网站 这个呢 是中国大学 叫木课 MOOC 它翻译成木课 呃 这个木课堂呢 就是很多老师在这个上面 在这平台上 开自己的讲座 比方说我们搜一个啊 我们还搜复刻吧 啊 咱们搜这个中医复刻 啊 西医的咱不管 这里头呢 我们就看到这个 呃 有这个谭勇老师讲的 讲的 还有这个长长春的这个 讲的几个 比方说呃 谭勇老师这个呢 就点进去 嗯 他这个只是开了一个头 还没有 嗯 完全弄好 嗯 他这里面 目前有三次课 目前有三次课 这个每次课呢 你都可以看他的视频 还可以做他的练习 嗯 还可以考试 如果是你不拿他的学分的话 只是自己学 它是免费的 如果说你要是 为了证明你学过 拿 要拿那个纸质的证明的话 就给他交费 他们是这么一个模式 嗯 这个里面还是有 嗯 还是有不少这个 就是值得 值得看的东西 看 这边有课件 还有这个测验 有作业 这边有视频一 视频二 他这个目前正在制作过程中 嗯 还没有完全的 嗯 嗯 他这里面在讲课 讲课的话 有可能是我没有 分享这个声音 是吧 我来把这个 呃 分享的声音也打开 这个地方 共享声音 好 现在要是播放的 大伙就能看到这个了 嗯 就能看播放这样的视频 还能够进行测验 有作业 这个呢 就叫中国大学 MOC 嗯 嗯 嗯 还有就是呃 这个中医在线 呃 中医在线里面 也有很多课程 如果我们搜一下啊 啊 中医 科 因为平常呢 我们可能利用的这个 通用网站比较多 比方是YouTube 喜马拉雅 嗯 这样的网站比较多 这些装业网 装业网站 嗯 这个内容也是 也是越来越丰富 嗯 嗯 呃 它这里面有的是免费的 有的是收费的 好 嗯 介绍了这个 呃 视频网站之后呢 嗯 我再给大家分享 两个有用的网站 嗯 这个是 呃 是那个穴位定位的 穴位定位呢 这个网站叫 叫3D 呃 acupuncture 嗯 这个软件 大伙 装的比较多 就是因为它的价格 比较合理 它是 现在是35 35 欧元吧 呃 另外还有一个软件呢 是也叫3D acupuncture 那个要 嗯 200欧元左右 所以那个买的人就特别的少 我都没有见过谁在用的 用这个的比较多 这个呢 你可以买这个 苹果版的 或者安卓版的 或者是Mac版 或者是Windows版 它这个每个买了以后 都是分开的 你买完一个 你买完一个以后 只能在这个系统上 要想用 不是通用的 所以买之前 要想好 是用哪个 呃 我这里面装了一个 这个 呃 这个Windows版的 这个 这个版呢 你可以免费的安装 如果是不付费的话 它有一些基本功能 没有完全开放 我给大家看看它的界面啊 呃 我这边已经打开了 在这儿呢 这转件大家会 呃 可能在手机上见过啊 在电脑上看了 它会更方便一些 呃 这个里头比咱们用的那种模型 好在哪呢 它可以看到这个 穴位和骨头之间的关系 比方说我把这个放大 我看一下啊 比方说一个穴位啊 它在什么地方 呃 如果说 像这个商阳这个位置啊 呃 商阳这个位置呢 我们经常说 嗯 这个关节是前面啊 我们就看到它大概是在 那个地方 能够很清楚的看到 和这个结构之间的关系 嗯 同时呢 我们还能显示出这个寸 比方说是 呃 这个 它这个几寸几寸的关系 就非常好找 嗯 在这个 嗯 Vitability 里头呢 因为这个是没有解锁的版本 所以说它这个里面 好多好多是在 呃 是在锁着 嗯 它没有完全的开放 像比方说 这个味精 脾精 都没有开放 它这个演示版本里头呢 就是 呃 开放的就是 这个膀胱精有 膀胱精开放了 这个就可以关上 也可以打开 嗯 这里面还有它的这个 呃 这种结构 就是说 你可以看 它的皮肤啊 可以看着骨头 这骨头不看的话 就可以把它关上 呃 呃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这个 膀胱精啊 这个膀胱精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 下辽 下辽这个地方啊 就能看见 它和这个 疾孔之间的关系 看得比较清楚 呃 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整个的这个膀胱精 点中了之后呢 整个的膀胱精就显示出来了 我还可以显示 它的内部 这样的话 我们不仅能够看到 它外面的巡形 还能看得见 它里面的这个巡形 能够和膀胱 连在一起 还有它头部 有更多的细节 包括里面的巡形 那么它治的这个 相关的病症 就能够从这个 它内部的巡形 找到更多的线索 嗯 好 最后总结一下 呃 这个软件呢 它就是把这个 经过穴位和这个3D的 嗯 解剖图结合在一起了 这个解剖图呢 嗯 对 谷歌来说比较全 但是其他的方面 像肌肉啊 这些细致程度 还没有到很细致 很细致程度 基本上可以用 如果大家想了解 更精细的解剖的内容啊 这边有一个网站 我给大家推荐一下 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软件 这个 这个叫 嗯 这个呢 这个呢 你可以按照 按照区域来选 嗯 要是按照类别 说按照地区来选 你可以看心脏的 嗯 还可以看脑部的 等等 嗯 这些呢 呃 加锁的就是需要 需要变成他的 订阅用户以后 才能够看 这些就是免费的 嗯 他这个订阅的 嗯 也不是特别贵 一个月的话 是3.99美元 一个月 如果说你需要看的时候 你就可以打开那个订阅 这样的话 就是一个月 才3.99 你可以 所有的地方就可以看了 嗯 你还可以按照系统 来进行划分 来查找 每个系统 都非常的详细 特别的详细 呃 我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可以 找出一两个来 来看一看 比方说这个是 呃 完整的解剖学 这个 呃 这个是免费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啊 呃 现在正在加载 这张图里面 我们能看到它呃 非常详细的内容 我们目前看到的是 它的肌肉 是这个 是这个 因为肌肉在对表面嘛 这个肌肉系统 呃 如果你想看局部 我们就点一下 这个叫 左臂中肌 嗯 点 点弄它了以后呢 你想看它的形状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办法 就是 把其他的都给废的掉 就是把其他的给暗化 来突出显示它 我们就能够看得见 呃 这块肌肉的形状了 好 大家看一下啊 好 等废的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看到 这块肌肉的形状 是什么样的 好 现在我们可以回去一下 嗯 这个还没有完 其实啊 这里面的解剖的信息 非常的丰富 呃 右上角有一个 这个 这个Customize 我们点一下 就可以打开 各种各样的开关 我们看一下 啊 它的解剖 结构 看 这个里面呢 有皮肤系统 肌肉系统 解地组织 骨骼 呼吸 内分泌 消化 生殖 泌尿 心血管 淋巴 神经 等等 嗯 现在是 所有的都显示了 所以说 你只能看到表面的 这时候我可以把这个 肌肉给关上它 这样里面的就显示出来了 这个肌肉就显示出来了 嗯 这个解剖组织的话 如果你不需要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关上 解剖组织就没有了 这样可以一级级的看 如果说 你只想看神经这个系统 那么 神经系统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点一下 说 嗯 就是把其他的都给 都给废的掉 或者说把其他的都给害的掉 嗯 我现在就把其他的都给废的掉 就是来突出显示神经的 那样 这个神经系统就出来了 我们还可以继续放大 当我们在制作一些幻灯片的时候 如果想演示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里面去抽出一部分 来设计出我们需要的图像 把它截屏就可以了 嗯 还有这个里面 你看 它其实神经系统下面呢 还有更详细的划分 分成中枢神经系统 呃 周围神经系统 甚至每一根神经 你都可以找到 每一根神经 像这个大脑里面的剑脑 上丘脑 里面的松果体 比方说松果体啊 我就说哎 我来看一下松果体 这时候这个松果体它就出来了 如果我要是只想看松果体的话 那么我就可以这样 就是嗯 Iso isolate 把它与隔离出来 这个就是松果体 好 嗯 这里面内容非常多 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去这个网站上 呃 自己慢慢看就好了 好 现在我们退出这个界面 退出的时候 他他问你要不要保存 这个保存了以后呢 就是你下次进来的时候 因为因为你已经登录了 他就会给你记住 你就接着看那个地方就好了 好 呃 比方说呃 这个复呃 这个复产科学 复产科学呢 他还有对这个局部的 更详细的描述 嗯 嗯 我们看一下这个吧 就是 母亲的这个怀孕 进展 好 现在夹带完成了 我把它缩小一点点 嗯 这里头呢 它显示的是第四 就是第四周 第八周 可以选这个不同的地方 第九周 嗯 现在呢 我们可以 呃 可以用这个呃 可以用这个呃 Customize 看得更清楚 Customize呢 呃 呃 呃 你可以呃 呃 就是 一周一周的 来看这个变化 这是第十二周 嗯 第二十周 嗯 这个每个地方 它的这个发育情况 都在这标注了 嗯 这边是三十七周到四十周 好 嗯 嗯 现在咱们网上的资源就 基本上 嗯 分享完了 大家有什么 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没问题 我们就过着这一块 嗯 这个网站名字给我一下 哎 好 好的 啊 呃 这个网站呢 就是嗯 我讲的所有的东西 是吧 为了方便老师们去用它 我有幻灯片 幻灯片我没显示 一会儿我给你看一看 我会告诉你 它记在哪了 嗯 嗯 嗯 还有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那个 中医的英文方面的资料 翻译啊 嗯 嗯 也非常多 非常多 非常多 非常多是吧 你以为没有现成的 现在 呃 现成的 现在现在没有准备 如果找的话 我可以给你 给你把那个 没关系 等你等回来 我身下来给你请教 好的 好的 网站 比如这个网 网站 网站到有没有英文 这些 对 应用的 好 你们看一下啊 就是呃 这个网站 嗯 是在哪分析的 在这儿 幻灯片里面有一张 先到这边 这个 就是中医常用网站 中医常用网站呢 呃 刚开始给大家介绍了一块 这个就是叫中 传统的中医网站 就是那种综合的 什么都有的 嗯 我给列了四个比较常用的 其实其他的也做的都很好 都非常多 非常好 嗯 可以copy 是放在那个 叫聊天里面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下载下来 好的 好的 就是回头的话 我把这个 pdf发给大家 嗯 嗯 对 是不是pdf ppt 但是我们就可以copy了 嗯 嗯 对 好的 嗯 呃 这个中医视频的那个呢 就是说 他们除了这个YouTube B站 呃 喜马拉雅之外 还有这些专用网站 他们都可以利用起来 嗯 啊 这是这一块 嗯 右上角这块呢 就是刚才讲的是 这个 呃 3D这个演示了 哈 就是三维的解剖 还有一个是 邱大夫 邱大夫 大家伙都在手机上装过了 哈 我就不再介绍了 啊 这个邱大夫也非常的好用 非常的实用 几乎每天都在用 所以说这个邱大夫 大家一定要装上 嗯 这个 呃 刚才演示的那个就是叫 3D精密解剖 嗯 这边是那个网址 啊 啊 还有这个 迷之网 迷之网呢 就是下载这个幻灯片的那个 呃 还有图片的那个网站 嗯 呃 后面列的这些资料呢 是这个 我经常在这些网站上下载一些 呃 一些古书什么的 比方说这个什么 四大经典 四小经典 嗯 还有那个 就是反正那个 嗯 找 嗯 找那些书都都从这些网站上下载非常方便 呃 这边有一个英文书的下载 这个 嗯 嗯 好 呃 咱们进行之前呢 我给大家会说说 这个手 这个快捷键 呃 快捷键呢 呃 用起来的话 非常省眼睛 就是说你不用盯着屏幕去找 很快就能够看得见它 就是非常的方便 呃 快捷键的话 呃 大伙看看这个键哈 如果我说 嗯 Windows键 就指的是这个键 这个 Windows键 嗯 还有这个control 这是控制键 呃 这边有一个alt键 alt就是alternation 就是转换 就是另外一种选择 这个键 经常用这三个键呢 和别的键组合起来 去操作 这边有个tab键 呃 我们在操纵计算机的时候呢 经常用的切换 比方说我现在 我在这个上面 我要切换到别的程序 怎么办呢 是吧 切换到刚才的网页 我就按住这个 按住这个alt键 再加上这个type键 这两个键 就是按住它的同时不松开 再按这个type键 就可以来回的切换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就这样看 就会显示出来 你想跳到什么地方去 就可以这样一个一个的找 这样就回来了 或者是另外一个办法 就是你这个 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呢 是它的触摸屏 你用三个手指头 同时往上一推 它就变小了 这样可以看得见 你整个的这个 这个程序 这样的话就可以 再用两个手指头推 一推的话 所有打开的程序都在这呢 这个最近用过的程序 在下面 非常的方便 常用的快捷键 我给大家列了一些 咱们看看 上一张幻灯片 首先就是Windows键 这个Windows键呢 它非常的 非常的实用 就是你轻轻点它一下 这个菜单就出来了 这个键是经常用的 点开之后 你要打开这个程序 你知道它的手字母是什么 你就直接就可以敲了 比方说 比方说我打开一个 一个Word是吧 Word呢 你要是这么找的话 你说Word在哪呢 找半天 很耗你的眼神 像我找的话 就是 我就这么轻轻点一下 这个键 敲一个W 敲个W 它就出来了 直接点一下 就开了 非常省眼睛 如果我要开一个 比方说我要开一个写字板 那么我就是直接敲就行了 Notepad 还没敲完就引出来了 我就可以在这个地方上 这里很方便 还有这个比较常用的功能是哪个 就是Windows键 加上这个E 这个E呢 就是Explorer 一点这个呢 就是文件浏览器就打开了 你就可以直接去看文件了 你就不用费事找半天 这个看 Windows加上E 我给你按一下 立马就出来了 如果是拷贝屏幕的话 比方说你看 我就按照Windows键 再加上Shift 再加上S 这样我只要是一按 它就会出这么一个块 就让我拷贝 我只要这一块 那么它就拷下来了 过去一贴就好 就是当你需要拷贝很多东西的时候 你有这个快捷键呢 就会让你的操作就像飞起来一样快 其实就是最常用的也没有多少 你就是单独记一下 练一练 就会使您的操作呢 看起来非常的专业 而且会大大的节省您的气血 找东西的时候是最费劲了 耗你的眼睛 耗你的心神 你用这些的时候 你就是休息的时候 轻轻一按就来了 还有像比方说关闭窗口 像刚才比方说 我打开一个这个哈 我打开这个 我不需要了以后呢 我就是按alt加f4 直接一按就关了 就两个键就关了 我根本就不用动动鼠标 去找那个关的差在哪 这样就很省事 alt加f4关闭窗口 alt加tab是切换窗口 另外两个大伙肯定特别熟悉 就是controlc controlv 这个拷贝和粘贴 最好是选中了以后 直接这两个键 c controlc controlv就行了 你再去点右键 再选那个菜单的话 那就非常费眼神了 另外两个特别好用的东西 就是control加 control- 这个在网页上 在word里面 很多地方都可以直接用 是特别好用的 要不然的话 你看到真的是 真的是 特别费劲 比方说我们打开一个 这个notepad 计时本 计时本的话 这个你要写得特别小 就看着很费劲 你就可以control加 就可以特别大的 这么写 非常舒服 等写完了以后 你再把它拷贝 粘贴 因为这个计时本 它本身就是没有格式的 是完全无格式的 通过这种方式 就是你在整理文件的时候 就可以用全屏的方式 用特别大的字体 特别大的字体 去把它打下来 还有一个快捷验 我们写 就是说control-A 当你在选择这东西的时候 一般人是这样的 是通过这个鼠标 这么的滑它 这种滑的时候 它会比较费劲 如果你用control-A 一个键就立马就把它给 就把它选中了 特别的好用 这个键我们也经常用 好 这几个快捷键计计的话 大会的操作速度 就会大幅提升 好的 咱们接着走 看下面的内容 这个网站都说了 另外再说一下 这个 传送 传送的时候呢 我们有这么几个选择 如果说 这个文件不超过两季的话 你可以去这个网站上 WeTransfer 就可以直接传送了 如果超过两季的话 你的策略就是可以把它压缩 用这个Zip把它压缩的小一点 或者是分割 分割成多个文件 如果不方便操作的话 那么你就用这个Google Drive 去上传 上传的话 它这个空间呢 免费的空间只有15G 所以你的文件呢 不超过15G 是可以传的 另外就是通过百度网盘来传 百度网盘呢 这个好处就是全球通用 国内和国外的人都可以用 但它的坏处就是 如果你是免费用户的话 它上传的速度特别的慢 但是如果你要是订阅一个 VIP客户的话 就特别的快 我订了一个VIP客户 一年好像是才 才一二百人民币吧 非常便宜 但是速度确实太快了 上传一个大文档 也不费劲 所以 建议大家还是弄一个百度网盘 用起来是非常的方便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我的百度网盘 给大家看一下 百度网盘 其实它是有一个 有个APP的 其实我这边已经打开了 在这呢 它就是个程序 已经装上了 现在我这里面的流量 我这个里面的 就是我这个里面的这个 这个内容 这个字您看清楚吗 现在是它的容量呢 是6149G 是6000多个G 非常大的容量 是6000多个G 所以这容量 我用了这么多 我用了408个G呢 才占这么一小点点 它的容量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 你是免费用户的话 你也有很大的容量 只不过是速度比较慢而已 如果你想快的话 就是做一个付费的账号 上传的速度就会比较快 这里面有什么好处呢 这里面就是 你可以把你这个 大部分材料都放在这上面 放在上面呢 你即使换了电脑以后 你找东西也特别好找 这里面的搜索速度是非常快的 你比方说我搜一下哈 那么就再搜一个复刻吧 立马就出来了 虽然是在云端 但是搜索速度特别的快 比方说你 再搜一个疼痛 关于疼痛的 立马就出来了 你甚至还可以找 所有的这个 PDF文件 你可以按照这个类型来找 这样的话 你就拥有一个随身携带的 超大容量的硬盘 非常方便 对于 尤其是对于创作的 比方说你想写书啊 你想创作呀 肯定会需要占用大量的这个资料 这个非常有帮助的 好 在下面看一下 后面我就是 再给大家分享几个小工具 比较好用的小工具 刚才给大家说了这个 这个everything 这个everything呢 你可以去这个网站上去下载 这个everything呢 就是你计算机上的这个 这个文件 让你瞬间就搜出来了 非常的方便 如果没为他的话 你找文件实在太头痛了 第二个呢 叫zoomit zoomit的话 现在已经被微软给收购了 你可以去微软的这个网站上去下载 它都是免费软件 这个软件呢 可以在演示的时候非常方便 像这个东西我用的比较多 你比方说 我想这个在演示过程中 我想跟你画画东西啊 比方说画一块 或者添点注释什么的 用它就很方便 我只需要轻轻按一个键 你看 它就可以放大锁小 我想这一块让你看得更清楚一点 我就可以先放大 然后再移动 在这儿呢 我说这个A 给你画一下 你就可以把它highlight一下 你甚至还可以打上一些字 你可以随便打上一些字 这些打了以后呢 你可以什么通过考评啊 把它存起来 发给别人 这样就很方便 这个是我经常用的一个 一个小软件 百度输入法 刚才也介绍过了 百度网盘也介绍过了 另外一个工具呢 就是 可能有的这个老师呢 想编程 编程呢 对于没有学过编程的人 又想去探索一下 编程的事情的话 就可以用这个 这个Squatch 在这个法国的小学和中学 那些学生们 都用这个Squatch 进行编程训练 有时我们做福利活动的时候 给那个小朋友培训 我们也是 教他们Squatch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 特别好上手 给你交上半小时 你自己就可以编程了 就这么简单 这个Squatch 给大家看一眼吧 这个算是 算是这个 Nice to have 并不是必须的 觉得烧脑子就可以 就可以把它忽略掉 你就当看着玩似的 看个就好 这个是我就是 通过这几行东西 就编了小程序 你看 就几行这个东西 我这里面有两个角色 一个是小猫 一个是一个老爷爷 就两个角色 有一个背景 就很简单 我先给大家运行一下 看看 先把它放大 说师傅 我想学中医 他说 好吧 先把中医四大经典 四小经典 看完了 再来找我吧 他说 太难了 就这样一个小动画 这个小动画 如果用PowerPoint的话 都可以实现 但是这个里头 会有更多的控制元素 比方说 我想让小猫跑起来 让它从这跑到这 它再回过身来等等 这些动作的话 通过这个软件 操作就很容易实现 通过PowerPoint的话 你需要做很多的系列 才能够实现 也能实现 但是比较费劲 通过这个编程 你看它几行代码呀 就出来了 比方说这小猫 它是什么时候 说哪句话 是吧 说几秒 然后这个角色 它是什么时候 说哪句话 几秒钟就出来了 我再给大家分享 另外一个 我编的稍微复杂一点的程序 我先把我这个保存一下 从电脑中打开 小船的游戏 这个程序呢 我先把它放大一下 程序的设计是这样的 这个外面是一片深海 浅的地方是一片浅海 这个绿的是几个小岛 我这儿呢 有两艘小船 这两艘小船呢 就是围着这个岛来观光 但是不能碰上这个岛 不能钻到岛里面去 这边还有个加速带 碰到它以后 速度就会变快 这样你控制船 要小心一点 这边还有漩涡 碰到漩涡以后 船会打转 所以也要小心 外面呢 有礁石 这个礁石的话 也要小心 你进去以后呢 就出不来了 这个区域比较危险 好 你看它怎么运行 这样的话 我先控制我的小船 看 让我的小船 给我拐弯 这个红的是我的 这个游戏可以两个人玩 我现在就是一个人 我就只管 只管这小红船就好了 两个人可以比赛 看看谁走得比较顺利 看看谁 碰到加速带他就变快了 到这个神台里面 小船的速度就变得 变慢了 变慢之后呢 我现在再往上走 如果碰到漩涡以后 它就会打转 这样就会降低速度 如果碰上这个礁石了以后呢 它会报警 好 它就赶紧离开 好 这个程序看起来 是不是足够复杂呀 就是对于 点错键了 就是那个 现在看到屏幕了吗 难看了 刚才点错键了 这个小程序 是不是看起来足够复杂 是吧 但是实际上 它的编程来说 你看我这有 我这有几个角色呀 红方小船 粉方小船 再加个漩涡 我有三个角色 然后这个角色里面 这个代码 就这么几行代码 这些代码呢 是怎么来的呢 就从左边 这些积木里面 你看 左边这些是积木 这些积木呢 再组合的时候 它有一定的规则 你看 这个是带尖的 是吧 这个是带凹槽的 只有这样的地方 才能够连起来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 这样的形状不对的话 你是放不进去的 比方说这个 你看 这个里头 嗯 它这需要这么一条积木啊 放的时候呢 你就要放这种形状的积木 这个里头呢 填充的话 可以填充一条 这个圆形的这样的积木 就是不同的积木 有不同的功能 把这些积木一组合 就可以形成这个 这样可以 对咱们中医来说 可以制作一些 简单的动画 呃 来做一些视频什么的 这个就比较有用 嗯 好 好 这个讲座的话 呃 就基本结束了 嗯 看看老师没有什么问题 就可以提一提 咱们再 咱们再把这个 呃 没听懂的地方 再解释一下 那太好了 你这个讲得好 你把这个 这些 后面东西都是通过 GPG把过来 可能不好传 做好一个文档的方式 把过来 嗯 直接使用的 好的 你还以为 后面那个 这个小 小这个 软件设计 非常有用的 因为我们讲课的时候 要设计一个情景对话呀 一些 有个摄影率呀 等等 这个是就非常有用了 哎 你的添加人 怎么添加人 这个人是 你是小人 小老头啊 老中医啊 主拐杖啊 这些东西 怎么添加 它肯定有 哦 嗯 你说刚才那个 编程软件里面 是吧 嗯 啊 编程软件里面的话 你看 现在这个 老爷爷里面 再加一个老太太 嗯 这个 这个角色吧 它有几种添加方式 一种就是上传角色 你可以在本地 画好了 上传 嗯 这个就是 随机从库里面找一个 嗯 这呢 这就是画一个 嗯 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选择一个角色 看 嗯 这个选择呢 就是 它这个里面 本身就带有一些 比方说动物啊 嗯 动物类的 有这些 啊 人物类的 有这些 奇幻的 舞蹈的 音乐的 什么的 你可以 你可以利用它这些 如果说 呃 如果说这些 都不满足你的话 我们可以自己画 嗯 你可以注意一下这个 就是说 对于一个角色来说呢 它有多个造型 你看 就是手张开是一个造型 合起来是另外一个造型 这几个造型呢 就可以呈现一个动的态势 就是一个人物 可以有多个造型 相当于一个人 有多身衣服似的 有多个动作 就可以动用 如果它的造型越多 那么它的这个 动作的精细程度就越高 嗯 这个就是一个挥舞 挥舞棒球的啊 嗯 我这样就加入 就加入了一个 加入一个呢 可以在这儿看它的造型 造型呢 看它是 这是它的第一个造型 这是它的第二个造型 这是第三个造型 这是第四个造型 这个造型 你你觉得要是 需要再改改的话 你还可以再改改 因为要说 我把这个造型的话 让它挥的这个角度 再稍微大一点啊 再稍微大一点 懂吗 嗯 你是可以改的 你也可以画 也可以自己画 这个编程的话 其实就是 呃 这个逻辑 一旦知道了以后吧 其实并不难 嗯 你看吧 就是我们的地方呢 是一个舞台 这个舞台上面呢 可以弄多个 多个 呃 多个背景 比方说 我什么时候换另外一个背景 我可以选多个背景 这个背景里头有好多 比方室外的 室内的 奇幻的 太空的 各种各样的背景 我就可以 呃 加多个背景 比方比方说 第一个背景 然后我再加上 这个背景 现在就有三个背景了 等我去这个背景里面看看 这是背景一 背景二 背景三 这样我就可以说 哎 在呃 第一 第一分钟的时候 用这个背景 呃 第二分钟 用哪个背景 这样背景就换了 这个角色呢 就是 现在我有四个角色 这样的话 你可以给它编程说 这个角色干什么事情 这个角色干什么事情 给他们把这个任务一分配 他们就可以按照时间 进行操作了 呃 这些操作呢 他们可以响应我的键盘 比方说我的键盘 要是检测到 左边箭头以后 他就会左转等等 就是 他可以响应我的这个 这个世界 嗯 呃 这个学起来以后呢 就是连小孩都能学会 我们可以教这个三岁到五岁的小孩 学编程 呃 呃 就是我们公司原来做过那个 做做过那种工艺项目 就是 就让那个小学生学 我们给他讲课 呃 反正我讲的课 小朋友们一听 他们都说学得特别特别快 我都学不会 嗯 肯定能学会 就是你只要是不着急 呃 慢慢的看 就是看懂这一点了以后 再看下一点 你要是同时一看哦 这么多的元素到底看哪 你就乱了 呃 我就告诉你 先看哪个 后看哪个 你的眼睛呢 一次你只看一个地方 这样的话 你你移动你的焦点 走起来以后就不乱了 就怕很多东西给穿在一起 你混在一起呢 就容易乱 你说哎呀 怎么这么多东西啊 我就告诉你这个思路 就好 嗯 快去可以下载吗 这个软件可以下载吗 啊 可以下载 这个呃 这个软件呢 如果你用windows的话啊 呃 就是我们都有这个 都有这个叫app store 不是 就是store 这个 Microsoft Usoft store 对 对 Microsoft store 可以在这里面 呃 直接搜索就好了 就是scratch 嗯 这个是个免费软件 可以下载 就出来了 这个 嗯 这个软件呢 就是你甚至都可以 不用安装 直接去它的网站上 就可以编程 编完了以后 在那就可以运行 就是网站上也可以做 但是本地装一个 就是更 就是更方便一些 嗯 太棒了 好 呃 今天今天讲座 怎么样 就是听了 听了有收获吗 太有收获了 太有收获了 这个 这些 这些软件 小软件 太有用了 哎呀 加速器 这是 真是 今天 今天太有收获了 谢谢 谢谢 这个时候学了不少东西 学了好多好多东西 行 就是 我问个题外话 比如说我要搜索买东西 有没有什么 什么 什么诀窍 比如说 我要买一个家用电器 嗯 什么怎么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诀窍 很快就能上来 这种之类的 嗯 啊 你说买家用电器 你是指的话 是在什么网站上买 是吧 是怎么挑价格 是吗 对 有时候我找 比如说我找Kitchen的东西 我一买 当然这个与中业无关 我觉得一买 老是搜索很难找 很难比较 这样的情况下 我怎么搜索 就是比较快点 一下子上来 我一比较就可以了 对于我来说 买东西的话 我一般这么着买 就是我只在这个 大牌的网站上买 比方说亚马逊 京东 这样的地方 对对对 很有信誉的地方 我只在它上面买 同时呢 看这个销量比较大的 点评比较高的就行 只要是价格能接受 同类型的 我就选那个 这个品牌来说的话 它就是质量的保证 有时候你还说